好 谢谢 弟兄姐妹平安 今天很谢谢大家 很体谅我在路途遥远 在河南开车道里面当中 我在公路上 我刚才也开车道 六分钟的距离的使命中心 我也看到在路上那个牌就写了 就suggest我们不要去远行 一直到星期一 所以我虽然我感觉到不是那么严重 但是好像公布就提到不要远行 大概是下午 那个风就会来到利亚市 所以谢谢大家 对不起给大家带来好多不方便 好 大家都看到我的PowerPoint了 是不是 I think you can see myPowerPoints 看到了哈 好 那我现在呢 刚才已经读过了这段的经文 这个今天我给大家讲的那个主题呢 是要到几时呢 我觉得这个要到几时呢 这个问题呢 我们在日常的生活中呢 就常常都会问的一个问题 但是在信仰上问问题 那究竟有没有问题呢 我觉得是可以的 I think it's okay 主耶稣在实际加上也曾经问过问题 我的神啊 我的神啊 你为什么离弃我呢 我们是可以问问题的 但是这里呢 提到的问题呢 确实有一个好大的问题 所在其中 我们来看看他有四次问 要到几时呢 第一节说 你忘记我要到几时呢 要到永远吗 你眼面不顾我要到几时呢 你觉得这个问题 其中有什么问题呢 最大的问题呢 就是他问的时候呢 他下了一个叛 一个叛语 他判断了 他认为神 是忘记了他 你忘记我要到几时呢 这个忘记我 就是一个叛语了 还有啦 你眼面不顾 要到几时呢 这个眼面不顾 就是一个叛语了 所以外表是一个问 要到几时呢 其实是在这里呢 是对神的一个信实 对神的一个质疑 你忘记了我了 你眼面不顾我了 这个就是问题的所在 我们的生活呢 都有相同的经验的 就是你跟人对话的时候 当人在跟你讲话的时候 加上一个叛语 一个判定你是这样的话呢 你就不想再跟他讲什么了 因为他已经判断了你了 所以这个问题就在预解里 所以啦 这个问题呢 本身就带来一个 对神的怀疑 更困难 更不好的 就是对神的失望 所以带来这个结果 就是失望 然后呢 第二节呢 就是当他觉得 神忘记了他之后 他就开始呢 来自己来筹算了 他觉得我要靠自己了 不过啦 这里说 我心里筹算 终日筹苦 要到几时呢 他意思说 问题没有解决 反而呢 终日筹苦 这个是他对自己的失望了 他对筹笛的身高 压制自己 这个事情呢 完全的无能为力 所以他对自己呢 也失望了 弟兄姐妹你知道啦 失望啊 会带来 更大的问题 尤其是 当我们对神 失望 对自己 都失望的时候 那不是停在这里的 会产生 更大的问题的 其实 失望 会带来更大的问题 当我们有失望 所以今天呢 其实我 第一个地方 我想要大家注意的 就是不要留住那个失望 在你的 属灵生命里面 我今天就从诗篇里面呢 我很希望呢 跟大家来 认识这个问题 跟解决这样的一个失望的问题 你知道 你知道失望啦 这个 因为这里啦 从这个经文来说啦 就产生了一种苦的味道了 他说 我终日愁苦 失望会带来一种苦味的 还有呢 他说 我的仇敌身高压制我 这不单单是一种苦味啦 还有一种酸的味道 他觉得 妒忌他啦 他身高 但是他也压制我了 他的心就会有一种酸的感觉 这个是 这个经文让我们看到的 当他对神失望 对自己失望 那个苦味 孙味就出来了 但是呢 按照我们自己的经验啊 那是真实的情况啊 不但变苦啊 不但变孙啊 有时候呢 还会变淡 没有味道了 因为他说 既然神忘记我了 既然我自己没有力量啦 我又何必努力呢 所以他 就是啦 就提不起劲了 侍奉了 也提不起劲了 就变淡了 没有味道了 就侍奉再没有味道了 就不再做些什么事了 这个就好像 在圣经里面 那个马太福音 二十四章 所讲到的 因为不发的诗 增多 人的心就 渐渐的冷淡了 就是这个意思 其实呢 这种情况呢 也不但变淡 变淡呢 还 还可以接受 因为这是人的 很自然的情况 但是最怕啦 是你会变成一种 人猜想不到的 那种味道 就是意味了 不是单位了 来是意味了 你不晓得是什么的 其实 你也没有看见过 有些基督徒 他有些改变了 他对神 失望了 他对自己 失望了 甚至他对 世界都失望了 但是呢 你发觉 他没有什么改变的 他还是留在 他的岗位上 还是在那里 侍奉神 你说老牧师 世界有什么不好啦 这本身没有什么不好啊 我们坚持的 事奉 看起来还是好的 我只是说 这个又不是苦味 又不是顺味 又不是淡的味 是一种异味 就是你 你总是觉得 有什么问题 跟以前不同了 这是有种异味 跟以前不同了 你发觉这个人呢 以前呢 很愿意来摆上 很愿意在凡事上 努力地工作的 现在已经 不像了 以前的摆上 不像以前的努力 但是他还在 那个岗位上 有没有见过 这种情况 那意思就是说 其实他的心里面呢 已经有一点点的改变了 我不愿意再 投入了 我不愿意 再 再进取了 不过我不想 失去了我的 给人家对我的尊重 我不愿意 失去在教会里面的友谊 所以我就 就留在那个岗位上 所以 they know the change they know about the situation but they just want to be different from before so that people can still staying in the original positions 所以 你就觉得 没有问题 好像没有问题 但是又好像 很有问题的那种感觉 you might have a feeling about this is ok and somehow it's not ok 其实 其实 提示录啊 这个七个教 关于七个教会的教导了 就把这种 抹不清楚的意味了 就讲了出来 actually in the book of Revelation and then you talk about the seven churches and actually it brings out this kind of like hard to describe exotic taste to us 你知道我讲 那个教会吗 you want me talk about that church 那个是 萨迪教会 this is a sadist church 他是 圣经什么 形容 这个教会呢 how did the the bible describe this church 这个 他形容 这个 萨迪的教会呢 暗明 你是活的 其实 你是死的 and he said that on this church is on in nature is dead 有没有看过 这样的教会 这样的人呢 啊 have you seen 暗明来就活的 啊 但其实是死的 and it looks like alive but it is actually dead 死的意思啦 就是说 已经没有感觉了 and when I say that it means that is that they have no feeling at all 啊 简单来说了 那那不是异味 那是死味 死的味道 so in other words this is not a exotic smell but it's a smell of death 你知道死的味道 将来会慢慢慢慢 变什么味道吗 do you know when I how a smell of death will turn into 慢慢慢慢呢 就变成臭味了 it will gradually into pundent smell 这个死人 啊这个 这个啊 约翰福音讲到 那个拉萨路死了之后 人家就说啊 死了四天啊 都变臭了 and when when拉萨路 s dead for a couple of days his body you know has this file and pundent smell 换句话说了 那种 呃 意味啊 你 啊 好 继续在那个 刚位上 但是呢 你心已经死了 不再进取了 不再 要所更深的 投入了 我们以为 是可以过得去 其实是不会过得去的 慢慢慢慢 那种死的味道 就出来了 因为我没有负责教会 我有机会到不同的教会里面讲到 有时候真的看到有一些的教会 真的有些时候 就是一些 不知道自己 其实是死了的情况 还在教会来带领的时候 就把教会带得 好糟糕了 所以我希望呢 弟兄姐妹是能够注意小心这样这种情况 判识带来 失望 失望带来 种种的不同的味道 幸亏了 这个诗人不是这样 这个诗人呢 到一种 情况 他就有一个 好大的一种改变 他走出了 他的失望了 他的这个圣经上面 我先看到圣经 这个第三节 就是他走出 那个失望的 那个转机 And actually The verse number three is actually this opportunity to step out from this situation 这个第三 第三节说 耶和华 我的神啊 求祢看顾我 应允我 使我眼目光明 免得我沉睡 免得我的仇敌说 我胜了他 免得我的仇敌 在我摇动的时候 喜乐 这里提到 三个免得 And in the verse three say look on me and answer Oh Lord my God give light to my eyes or I will sleep in death My enemy will say I have overcome him And my foes will do joys when I fall Actually here you mentioned three different points here 所以啦 他走出失望 我这里要提到 有两个好 三个 好重要的一种态度 It brings up three important and he mentioned about you know exiting out from disappointment 第一个呢 就是他 向神 清心吐意 And the first one he kind of like talked to God 我刚才都讲了 问问题 本身 不是问题 相反呢 其实 很多时候 还是好的 I also I mentioned earlier asking a question is okay And it's not a problem actually it has some good effects 这个问题 其实在他 已经判断了 上帝 忘记他 问题在那边 And some of the questions actually passed judgment to God's statement already 但是问问题 本身呢 其实是表达了 一个 一种的 关系 一种的 好的关系 就是说 假如 夫妇间 假如还会 还会问问题的话呢 这个还是 一件好事情 actually asking a question is means that you still have good relationship as in a couple yeah 假如 假如夫妻 有一天 不再讲话了 你不要以为 没有问题 其实问题 好大了 When a couple stop communicating actually that is a big problem 所以呢 太太跟你吵啊 丈夫跟你吵的时候 还是有希望的 When So when your spouse quarrel with you that means that you still have hopes 到一天 不再吵的时候 就有问题了 Until one day you don't talk anymore then it would is the big real problem 好像我们 全夫音 也有这种经验 And also this kind of similar to when we spread the gospel 我们的经验呢 就是问问题的人啊 他 他是 最后了 他会信主 而且会信得很好的 When people ask questions Eventually they will believe in God 这是我们的经验 最怕了 就是有些人 你跟他讲的时候 他什么说 没有 很好很好 很好很好 就等于了 他已经 心里面呢 已经拒绝了你了 And actually the worst case when people respond with Oh yeah yeah I'm fine I'm fine Indeed they already rejected your message from their heart 我觉得最好了 还是有一个 这样的情况 不过啦 我们不要坚持 问下去 那是很重要的 And actually we should continue to do so But not insist not insisting of you know asking too deep 因为答案 本身 不能够 真的解决问题的 And the answer itself may not be able to solve the problem 我们一直都以为答案 问题有答案就好了 其实 有答案不等于解决问题的 We always thought that we provide answer is good But actually I think answer that not not does not necessary solve the problem 所以有时候 我们全福音 也有同样的经验 你解答了 他一个问题 他还有第二个问题 解答了第二个问题 还有第三个问题 所有的问题都 都给了答案了 但还有问题 不过那个问题呢 今天还没有想到 将来会想到 所以答案 不一定叫一个人 相信主的 And answer may not actually cause the people to believe 我觉得这个 基督徒的 熟灵的经验 它到一个地步了 它是有另外一个的 祷告 它不是求答案 乃是求眼睛明亮 这个是诗篇的一个 祷告 就是 求你应允我 使我眼目明亮 免得我沉睡之时 Actually a Christian experience is to not that we seeking an answer to the question but we ask God to provide give light to our eyes so that we can see things more clearly 我觉得这个诗人呢 这里有一个 很好的祷告 就是他知道 他的问题在哪里 他的问题不在于 他得到答案 他的问题在于 他自己 没有看见 所以他求神 给他眼目光明 Actually the psalmist have a good insight in this he is not asking for all the hands but he asked God to give him light and the understandings 这个 这个三个免得 这表示 他真的知道 他自己的需要 在哪里 and these three n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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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k turning into situation is other meanings 他知道自己的问题 他需要看见 he understand his the questions and he want to have insight 他知道 他自己的需要 就是 他免得我的仇敌 说我胜了他 这意思是说 我必须要 站立的稳 我必须要 我不想失败 所以求神帮助我 我不想失败 he knows his need he don't don't want his enemy triumph over him and he doesn't want to be a failure before God 这里说 他免得我的仇敌 在我摇动的时候 喜乐 他求神 帮助他 叫他不要摇动 不要摇摇摆 摆 这是他的问题 he asked the Lord that he does he don't want to his false rejoice when he fail he doesn't want to fail 所以 看见是好重要 so seeing understanding is important 我们求答案没有错 其实更好的 是求看见 seeking an answer is not wrong but we want to see to have a insight 求神让我看见 we ask the Lord to help me to see that 在六王记下 六章十六十七节 是讲到 那个以利沙的 跟他的门徒的 一段的经验 in the book of second kings chapter six is about a experience that elijah with his disciples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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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利沙的 仆人啊 看见 那个亚兰人的 军队围绕着 他们 杀害他们 所以 仆人好 好害怕 所以 以利沙就向神祷告说了 他说神啊 愿求你 开他的眼睛 就是说 开那个仆人的眼睛 让他能够看见 结果啦 那个仆人的眼睛 打开了 真的看到了 呃 满山都是火车 火马 呃 围绕 围绕 那个 以利沙的 比那些 亚兰人的 军队更多 这个就是看见 我最近我读 我看一套的 YouTube 这个 一个的见证呢 我发现呢 有一个更好的看见 是我们应该祷告的 那里是讲一位的 传道人 专门是做 家庭事工的 一个传道人 专门的来挽回 那些夫妻的关系的 他跟他太太了 好多年 好努力的工作 帮助了好多夫妇 挽回了好多的婚姻 单单因为他的婚姻 都会挽回 而且成为 一个能够去挽回 别人婚姻的那些夫妇 参加了他的团队的夫妇 已经有一千两百对了 所以他的工作呢 其实是非常 有成果的 不过呢 有一年呢 他的太太 竟然生了癌病 有一个非常 严重的一种 癌病 癌症 当 这个 太太有了癌症的时候 他们就 什么都不能够做了 其实后来呢 他用了16年的时间呢 是陪伴着他的太太 他的太太 这个癌症呢 煎熬了他16年 开始的时候 他们好不明白 为什么我们这么努力来 为你工作 也真的看见工作的果效 挽回那么多的婚姻 为什么神 你把我们的家庭 放在这样的一种 试炼之中呢 他们也不明白 所以他们问 为什么呢 但是当他谦卑的 在神面前 真的带着一个 敬虔的心来 问为什么的时候 神让他们 看见 他更深的 那种心意 他领受了 他看见了什么 神的旨意 在他们的身上 是什么 神在他们的心中 感动他们 说 你们过去是 用你的言语 来教导人 把他们 带回 一个完整的婚姻里面 现在 你们不单讲了 你们要做给他们看 所以那个传道人 一直在太太的身边 来服侍他的太太 不离不弃的 来 来 做各样的事情 他甘心乐意的 来做这件事情 太太当然是好辛苦了 当那个丈夫问太太 你 你那么辛苦 你没有 你没有埋怨上帝吗 那太太说 怎么会呢 我现在受的苦 被死 主耶稣 为我们丁食之家 哎呀 我们还能够说什么 所以他在这种困难里面呢 他们的工作呢 是更有成效的 他能够坚持下去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他们看见了 看见上帝的旨意 那个太太 在临终的时候 她吩咐她的丈夫 不要把她的安息礼拜 扮成一个太悲伤的 一个安息礼拜 我不认识 我不认为大家 赞不赞不赞同 她的想法 她希望她来 来参加她 安息礼拜的人呢 穿那些最漂亮的 颜色的衣服来 因为她要把这个 安息礼拜了 变成一个回家的庆典 不过这是代表 他的一种心境 他相信 他看到上帝的信实 他看到神的慈爱 就好像这个诗篇 所说的 你看这个前面 那个诗篇第五诀 但我倚靠你的慈爱 我的心因你的救恩快乐 这是一种更重要的感觉 当我预备这个信实的时候 我就想到 创世纪二十二章十三节 这个经文是好出名的 关于耶稣华以乐的那段圣经 这段圣经呢 是讲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熟灵的经验 就是 为见而信 你读过亚伯拉肯的生平的时候 你都会知道这段圣经 如果您读过亚伯拉肯的生平 你会知道这段圣经 广世纪二十二章 那里讲了 神就吩咐对亚伯拉肯说 你要把你的独生的儿子 你最爱的以撒 来献给我 这个线的意思就是 把他活活的那种线上 把他宰割 好像生出粮糕一样来线上的 那个是非常残忍的事情 但是呢 那个亚伯拉肯的井南呢 按照上帝所吩咐的 带着以撒带着财 就上莫利亚山去了 所以这两父子呢 上这个莫利亚山的 走每一步 向前的每一步呢 其实都带着问号的 可能阿伯拉肯的问题就是 怎么样神那里是 出尔反尔吗 你在我那么年老的时候 去给我一个儿子 你现在又要把他收回吗 可能他上山的每一步 走每一步的时候 他的心里面 还是在问 神那这个不是你的 不是你的慈爱 你的你的性格是会做的事啊 你怎么会叫一个人呢 活活的来 这个被杀来献祭呢 这个跟你的慈爱跟你的公义 圣洁是 是违反的 不是这样的 如果珍贵的地方就是当 亚伯拉肯有这些问号的时候 他的脚还是向前的 他的身体还是向前的 那么还可以想象呢 他上了那个亚莫利萨呢 他还要一块块石头 来搬 来做一个祭坛呢 用力来做一个祭坛呢 那个真的不是不容易的事情 有问题有问号 不明白 还是愿意好好的工作 好好的向前 那是个更美的 熟灵的状态 那个以撒啦 当然也有问题 他问爸爸 那现局的羔羊在哪里 他可能啦 也可能想到 可能他是有问题了 有危险 不过他还是跟着父亲来上山 然后啦 到亚伯拉肯 真是要举起手来 真的要去杀以撒的时候 天使立刻显现 对他说 现在我知道 你是敬畏神的了 然后圣经就告诉我们 在那个时候 他就看见了 看见有山羊 被刮在那个树上 所以他先上山 然后看见 这是一个更好的 一种的态度 事实上呢 后来你记得 在新约的圣经里面 耶稣不是对多玛这样说过吗 他说 你是看见 而信的 那些没有看见 而信的人 那些人 是有福了 所以走出失望 最好呢 最好呢 有这样的一种 熟灵的经验 是非常重要的学习 不过啦 这个诗人呢 把一个更好的 一个态度来告诉我们 第六节说 我要向耶和华歌唱 因他用厚恩带我 我觉得这个 我要向耶和华歌唱 我预备的时候 他人就想到有两个字了 我觉得买传神 在这个秒杀 有些趁人间秒杀 把那个撒旦的诡计呢 都都消灭了 撒旦要 毁掉他的信心 但是呢 这个秒杀 就是说 当他宣告 神的慈爱 说我要歌唱的时候 我要歌唱 这个歌唱 就是秒杀了 这个撒旦的诡计了 我觉得秒杀了 被那个丹丹 这个好传神的 就是当你这样的 要歌唱的时候 撒旦就要逃了 有没有唱个诗歌 当我们歌唱的时候 撒旦就逃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 诗人带给我们 这个很好的一种态度 要到几时呢 这个苦难 这个问题 要到几时才完呢 其实这是我们自己 可以回答的一个问题 就是当我们的心境 改变的时候 那个环境 那个情况 也会改变 从诗篇里面 我们看到 当他要求一个答案 改变回宣告 上帝的信实 仍然来跟从主的时候 他的情况就改变了 当他祈求 他的眼目光明 能够看得见 的时候 要更加进一步 来愿意为见而信的时候 那个答案 那个情况就改变了 当他说我要向上帝 歌唱的时候 他的心情 这种苦的 孙的心情呢 也就改变了 所以啦 要到几时呢 让我们自己来回答这个问题 我们一起低头 同心导致 亲爱的天父 感谢你 因为你向我们 因为你向我们 所怀的依恋 是个 慈爱的依恋 你向我们 所怀的依恋 是个 赐平安的依恋 你向我们 所怀的依恋 是要 造就我们 让他们 更加成长的 依恋 所以主求你帮助我们 能够 从诗篇里面 有所学习 我们学习 在没有看见的时候 我们仍然 努力地向前 我们学习 好像 诗人的 那种的信心 定义来 向 犹华歌唱 在任何的环境中 求主帮助我们 我们不敢 祈求 在这个苦难的世界上 我们 没有苦难 没有苦的味道 我们不敢 祈求 在那个充满不公义的 那种社会里面 我们不会 咬酸的味道 但是主啊 求你 拖带我们 让我们 在这种情况中 来持守 我们对主的信心 主啊 带领我们的教会 带领我们 在这里的每一位弟兄姐妹 让我们 在书林的路上 有 好的成长 能够更贴近 你自己的心意 让你随听祷告 从耶稣基督的圣灵 Amen Amen 要不是 这种情况之间 这种情况之间 感谢观看